不管是鮭魚鬆蛋捲 還是飛魚卵香腸 還有鏟製朝天帶石花菜手工罩 代表和平島 鳳尾翠梅石花洞 這些總計十九組商品 全都入選基隆好物 那其實呢 基隆好物一直在 往前的推進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希望接下來 在基隆的這個商標 基隆好物這個商標的一個影響下面 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我們基隆特有的 獨特的 有別於其他城市的 而未來我們也希望 透過這樣的一個推廣跟宣傳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 扶植基隆優良的文創業者 推動文創輔導計畫 邁入第九年 去年首度推出 基隆好物城市品牌認證計畫 希望凝聚基隆特色文創商品 建立專屬的品牌價值 把基隆的這個城市品牌提出來 跟大家分享 我們希望未來有更多屬於我們基隆的 不管是食物也好 或者是商品也好 能夠打出我們基隆的品牌 那基隆是一個海岸的城市 海港城 海洋城市 海洋城市本來就是開放 多元 創新 這是我們的基本的特質 這些基本的特質 也就造就了我們今天有好多好多的這些商品 本身就內涵的這些基本的特質 我相信未來我們也會有更多的創新的一些想法 能夠在不同的商品 不同的地方能夠展現出來 那我們文化局也會把大家想要表現出來 最有基隆味的部分 能夠一一的展現出來 希望能夠更把我們基隆的一個特色 也能夠借機會表現出來 恭喜我們的全品事業部份有些公司 政府秘書長方定安 今日頒發品牌認證獎盃 給獲選基隆好物19組業者 面對疫後經濟產業復甦 商品能夠獲得政府認證 對業者來說像是吃了定心丸 疫情之後其實整個觀光產業都慢慢活絡起來了 那我們基隆好物的認證 其實對觀光客人來講 對消費者來講 他會覺得這個是一個有政府認證的 而且屬於在地產業政府認證的一個獎項 所以他對我們的這樣的辦手禮 他就會更放心也更肯定 然後也會覺得更有特色 我覺得這是在基隆辦這個基隆好物的認證來講 對業者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因為咖啡廳其實大家都算是一個知名度不容易打的商品 那如果說我們透過咖啡廳自己能夠將在地的文化歷史結合進我們的店裡面 那有這樣的一個商品來帶動的話我們咖啡店的能見度會更高 有的吃也有文創商品可以使用 基隆好物將走出基隆 參加九月底在華山產業園區舉辦的台灣文博會 歡迎民眾一同前往為基隆好物品牌加油打氣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所以應該有很多的青銅好友對不對